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的一条输油管道星期日发生爆炸,造成至少27人死亡,其中包括12名儿童。 普埃布拉州官员说,满街的火海摧毁了方圆3公里内至少30户住宅,还有几十户住宅受到损坏,居民被迫逃离家园,爆炸还导致50多人受伤。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说,输送原油的是高压管道,而有人试图盗取原油,这可能因此引发了圣马丁特克斯梅卢坎镇的这场灾难。